好同学们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小船 杨老师把这个小船呢 盖上了一个小屋棚小盖盖 可能更好玩看到吗 来我们再做一个新式的小船船 这个船呢比较长 叠成这种baby的小船呢 就小一点但是更好玩一点 好不好 拿一张挑一张什么样子 挑一张橘色的纸 粉红色的纸 先把 左边这个两头长的这个头头 给它往里窝一点点 窝多少呢 就这么一点点不要多不要太少 窝这么一点点 差不多你的一个大母哥这个宽度 杨老师的手是大人的手 所以宽一些 对不对 你可以做的稍微的窄一点点 然后我们按同样的方法 来叠这个纸 这两条线线在中间不要在外面 两条线线在里面 看到吗 这两条线线窝到里面以后 然后按同样的方法 来折折 看清楚 一下两下折 同样的方法背面也给折过来 然后第一个小三角角 第二个三角角 那我们先这样 一二四个三角角都折起来 三四四个三角角 折出了第一步 对不对 有一点像船的形状 对不对 然后再折第二个三角角 三角 嗯这个 这个因为是已经有多了一层纸 所以有一点不那么好叠 要用力气 你们已经是二年级的同学 你们应该能做到 对不对 把这里头再折一下 看得清楚吗 好看一下啊 这里折一下 把手要按住 不要让它到处乱跑 折一下 这边再折 第二个折折 哦 它要跑出来不好 嗯回去 对 这样折好了以后呢 再把它给弯上来 刚才那个小角角 跟刚才另一种折法是一样的 折出一个小角角 现在我们要给它打开 打开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一层 两层 特别小心 手 按在这里 好 这一圈翻过来了 然后 然后翻这一圈 是最容易断 哦 没破 好极了 咦 没破 咦 没有破 然后是这么高细 好 我们都给做好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拿你的小手指头 小手指头 偷偷偷 把它都给挑出来 小手指头 偷偷偷偷偷偷偷 有盖盖的小番头 要不要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吧 再做一个 我们还没有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 一圈圈 再折折 然后 这两条线在中间 折到里面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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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